对这个根交器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简单归为两类 就是我怎么去看待一个产品 简单归为两类 一类是硬指标 那根交器我理解硬指标就是延迟和扭矩 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说速度和延迟 但速度其实就是扭矩的一个体现 你扭矩越大 你自然你的最快的速度就可以越快 你的加速和减速就越快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延迟 其实我们就完全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画面里面 去对比一下它的延迟和扭矩 它这个延迟我们直观来看 它几乎是没有延迟的 它是非常跟手的 你基本上你转到哪就会到哪 然后在我自己的一个测试的时候 就我会用一个很高帧率去拍摄我整个过程 然后来计算从我扭这个手轮上的扭动这个手轮 到这个根交器电击发生动作 它们会隔多少时间 你测的数据大概是多少 对我基本上这个时间是在差不多在 因为这跟我拍摄的精度也有关系 因为这个精度没有办法低于一帧 就是我因为我是用视频去拍它 那它这个是袁小宇40毫秒的 小于40毫秒就是说我们如果你是拍25帧的一个片子 那你一帧就是40毫秒 它基本上它延迟在一帧之内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日常的拍摄来说 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五感的一个延迟水准 你刚才说40毫秒的时候 这个小虎老师点了一下头 很牛逼 是的 然后至于它的一个扭矩 因为它扭矩是有数据的 1.2牛米 对我那边没有开 而且它是有不同的一个通道的 在这个上面和这个电机上都可以设定通道 只要不在同一个通道就不会互相干扰 刚刚说到扭矩 就是因为这款电机 它标称的就是自己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扭矩